看雪櫃有什麼要送走 嘩 好酸啊 老婆 你幹嘛做好東西霸佔我雪櫃 你老婆一片苦心 上來喝多點檸檬醋 穩定一下你的血糖 降血糖其實也會有幫助 因為本身醋酸性 是可以幫我們去胰島素的分泌增加 令到我們本身的血糖 其實就不會那麼容易上大落 平時我們吃完東西 細胞之所以充滿能量 真是要多得你老婆 增加了你胰島素的分泌 幫你把血液裡面的糖 帶去對的地方 用你龍精複脈 如果自己去做檸檬醋的話 我們將一個消毒了的玻璃瓶 我們將一些檸檬切片 然後放一些冰糖下去 再加上醋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做成了 最少把它醃製兩個星期以上 令到檸檬和醋混合了 令到味道出發 我們才會再飲用 那就比較好了 冰糖 紅糖 黑糖 其實都可以用的 令到我們會容易入口一些 其他蔬果都有豐富的維他命 蔬菜的話 可以用甘筍 其實我們去浸蔬菜那些 令到它一些水溶性的維他命 可以溶去醋裡面 另外本身蔬菜裡面 都會有一些酵素 也會令到這些酵素 可以落到醋裡 我們喝檸檬醋 其實都要注意 本身它的酸性濃度都比較高 所以我們喝的時候 份量大概是1-2茶匙左右 再混合一杯水去喝 就會比較適合 因為本身檸檬比較怕光 和怕高溫的地方 所以我們最好把它儲存在雪櫃裡 如果有些市面買的醋 也會加水 如果它有些稀色的程度 會高一點 就可以放的份量多一點 如果我們加水下去的話 反而會令到細菌更加容易滋生 其實都會選擇整個過程裡面 是檸檬也好 或者是糖的 或者是碗碗碟 都儘量不要有些水的成分 我們都會建議喝檸檬醋的時間 最好是餐與餐之間 主要因為它是比較酸 所以它都會刺激到我們的腸胃 另外它會幫助我們腸胃的胃酸分泌 會多一點 幫助我們消化 但有些人士要注意 例如一些容易腸胃不適 或者有胃股羊的人士 都要盡量留意飲用的份量 不要飲得太多 或者避免它會比較好一點 也會有些謬誤 就說一些果草可以幫忙去消枝 但它本身沒有一個 令到一些食物的熱量去減少的能力 所以也不會幫助我們消枝